你有沒有什麼建議給一些即將會過來這裡讀書的朋友 我唯一的建議就是 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 Nigel 因為實在有不少人問我在加拿大關於一些讀書的東西 以及一些stream made的問題 今天就邀請了一位在加拿大讀書的朋友過來分享 在這裡讀書究竟是怎樣的呢? 花多少錢呢? 以及不同的資訊呢? 今天都會講一下 我們不講那麼多的影片 Let's go! 想問一下你現在在讀什麼科和在哪個學校讀書? 我現在在讀HR 我就是在George Brown College讀讀的 我的program就是一年的Post Grad Cert 然後頭兩個成輯要讀書 然後第三個成輯回Co-Op 即是Intern 你在這裡讀HR 你在香港讀什麼科? 我在CEO讀Engine 其實都幾不同的兩個範疇 為什麼我會轉這個HR? 就是因為我以前是對Engine沒有太大的興趣 過度來都是想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那你覺得在香港和加拿大比較 你覺得那個學習模式有什麼分別呢? 以及哪邊壓力大一點呢? 我覺得如果在學習模式方面 即上課的方面 這邊就會多很多open discussion 還有教授會問全班問題 然後就會有人回答 但是通常在香港 都是坐在教授中聽教授說話 很怕會在全班同學面前去答問題 或者去講自己的意見 但是因為open discussion 這邊都很流行 所以外國人是很喜歡這些教授去教授 他們會刻意援這些教授去上課 但是如果在壓力方面 我覺得香港的壓力是重很多 work load重是多deadline 多功課 每一份deadline都很多工作 但是因為那些同學沒有那麼著重於grade那方面 在香港就是很體重GPA 所以我覺得競爭的壓力 有沒有好像在香港那麼大 你剛剛說那些同學沒有那麼體重grade方面 那是不是代表freerider比較多 以及有些人是不做事的呢? 從freerider來說是有的 我也有遇過的 例如有些freerider經常說 他們要上班 說沒有空做 職業又不來 那些 我都有考驗 可以供應他 所以就直接跟教授說 就會扣他分 還有一些考驗是在最後的時候做 就是每個人就拿著自己的訓卷 然後就打了考驗 就不會被其他人知道 就是全部都是匿名去做 但是香港 那四年我都沒有遇過有freerider 所以就叫做好幸運 有一個問題 我聽說 因為我身邊有很多在這裡讀書的朋友 他們就說 通常香港人是比較少freerider 而有哪一種人是比較多freerider 就是印巴裔的人 因為印巴裔的人 通常在這裡 他們是很勤力去賺錢的 就是 我有一個朋友 他試過 他見到一個roommate 在應該要討論project的時候 穿著添妓的衣服 跟他開Goodproject的meeting 這些情況 你同不同意嗎? 還有你有沒有遇過? 表示十分同意 有時不能讓我們選擇的 那些群組 有時就會被訂購和印度人一起 他們是要經常開工 又經常賺錢 meeting都經常不出現 有時我有試過一次 就是我們就了去 例如星期五晚上meeting 但是我們那天晚上開會 他也是沒有出現過的 或者有時他們會在這裡說 什麼internet problem 然後就不出現 香港人就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是自己很享受 和自己香港人去做project 我想問一下你的同學裡面 多數是什麼種族的人? 印度是大部分 中間有夾雜到很多不同其他國家 例如韓國、法國、台灣、香港都有幾個 我都很幸運認識到幾個香港人 好 下一題 那你大概在這裡 那個學費讀一年是多少錢? 因為我的program是一年 通常有三個same 一年 頭兩個same是讀書 然後第三個same是做co-op which is intern 不做事是拿不到的 所以一定要找到intern 但是學費方面 一個same大概八千元加指 然後我們只給兩個same的學費 一共一萬六元加指 因為不同program有不同學費 所以這個就是適用於我自己的program 我想問一下co-op是有錢收還是沒有錢收? 還有那個co-op難不難找? 因為它有分三種 co-op、intern 和你可以自己找一份fulltime co-op是有錢收的 但是intern是沒有錢收的 那自己找一份fulltime 就自己出去找 如果難不難找那方面 我覺得不容易 因為很多僱主都會聘請pr 或者citizen的人 我們其實這些拿著same permit 是很吃虧的 那是不是代表 如果你真的要找一份實習的話 是需要做免費仔 不收薪會容易找到呢? 因為如果就這樣聽你說 競爭已經很大 那些僱主寧願聘請一個有pr 或者有citizen的人 都不會聘請我們 但是免費仔又不是那麼容易找的 都是要聘請pr和citizen 可能是因為他們覺得有pr和citizen 沒有那麼容易走 可能我們拿permit的 可能做一會兒就走 然後如果有pr和citizen 就更多機會 會留在他們公司工作 那學費就五萬六元 那你帶了多少錢過來 去維持自己的生活呢? 撇除了學費之後 我就自己帶了大約二十萬港幣過來 但是我有聽過朋友說 他們帶了十萬八萬左右 就直接過來了 但是其實都是depends on自己 平時洗費是怎樣的 如果你不是很大洗 或者多數在家裡住的話 其實便便便很多 我幫大家計算了數目 加上港幣三十萬 讀書整個過程 大家留那麼多錢就差不多了 我猜很多人都想知道 你帶這個錢過來 你覺得你的生活質素 香港好啊 還是香港差地 你要省著省著洗 多多多多 因為本身我自己物浴都不是很高 所以都沒什麼賣東西 有沒有省著洗 都有的 例如有些朋友說出去吃飯 我都說不要啦 去你家裡煮吧 因為出去吃飯 坦坦地都十幾元加紙 去加貼稅 加稅 13%稅 已經是百多港幣一餐 如果你一個星期出兩三次吃飯 其實都頗金 其實這條問題 我應該剛剛要問的 就是你每天花多少時間 去溫習和做功課 我不是那些很扯讀書的人 我會說這裡是很多deadline 也都是workload到同的 正確的學習態度 就應該要每天回家溫習 放學之後 你不用說這些的啦 你飛個洋的嘛 你掌針馬就可以了 看我每天花多少時間 溫習 我可以有一天每天都不溫習 合理喔 在香港讀書也是這樣 你覺得讀HR這課呢 你覺得難不難嗎 我覺得對我來說 就不是很難 我一些東西是容易明白的 還有很多的common sense 或者吹水都應該容易處理 起碼比我的bachelor degree的內容先 那你有沒有聽過在這裡讀完書之後 找工作就難不難 其實每份工作都不容易找的 說真的 因為這邊找工作多數都是看你本地的工作經驗 高過看你學歷的 但是因為我program有co-op 所以dread了之後 應該不會太難找到工作 我猜因為co-op都叫做一個工作經驗 但是找co-op的過程都不容易 就算學校會幫你找 會給你工作項目也好 但是你同一屆裡面 那麼多人 你都要跟他們爭 學校是會幫你找的 那學校幫你找的那些是有沒有pay的 學校找的那些是有pay的 即是co-op來的 他們不會說真的幫我們找的 但是純粹會放一些工作項目出來給我們 即是在那個system裡面 放多一些工作項目給我們 對 你有沒有什麼建議 給一些即將會過來這裡讀書的朋友 我唯一的建議就是 要帶多些心理準備過來 讀書不是在這邊 即是經常都聽說 那些人說 過來外國讀書很開心 很渴望 但其實不要帶著個玩玩一下 玩一年拿pr的心態 過來去讀書 即是我有問過身邊的朋友 即即是在不同學校 不同科學都好 他們都是說 不想再讀書 真的有陰影 對讀書 但我覺得是否因為 香港人本身的性格是 騰力一點 即是見到一些功課 又不想放棄 即是像我剛剛講的那些 像是印度人一樣 好像是上班又不上學 應該都可以很輕鬆 其實是可以很輕鬆的 即是你完全不理會 但你對不對著自己 付錢呢 你帶了這麼多錢過來 那你沒理由 一年去玩 這樣嘛 不過你在這裡讀書 這個是你一來到這裡 第一個本地的經驗 那你如果一個僱主 見到你一來到加拿大 那些成績又差 找Coop又不太能找到 那我估計都很難找到 所以努力一點 應對都應該是對的 好了 之後就問一些觀眾想問的問題 因為我在IG上 說了今天是會訪問他 那第一條問題就是 你有沒有申請了OWP 我沒有申請到OWP 因為我們現在的 student permit 都已經可以做事 即是unlimited hours 這樣做事 那我覺得其實沒有太大分別 不需要特地花多一筆錢 去申請OWP 我有朋友是建議 申請OWP 因為他是做入境處的 你那張study permit 其實你grad了之後 三個月就會取消了 如果你在那三個月裡面 未入自身PR 但你又想出境回香港探親 可能你回去兩三個月才回來 就拿回OWP入境 所以我的朋友是建議 申請OWP 以備不時之需 因為有機會是你家 假設有老人家 這樣算 即是你要回去探親 或者你要處理家人的事 而走了在加拿大 那你就要用回OWP入境 所以他就建議申請OWP 其實有些人可能都會問 什麼不作業之後 不是有一張postgrad的work permit 但是這個 有聽說過申請的時間 是來過PR 所以其實 好像剛剛你所說 申請OWP會比較穩陣 如果在那三個月內 有什麼事要回港的話 這位觀眾就問 加拿大哪一科的出路比較好 你知道嗎 以我所知 我猜應該IT 是會賺得比較多錢的 這一年應該不是 因為我身邊有些朋友 他剛剛讀完出來 找不到工作 現在有查看GPT 即是查看GPT 已經是Level3的programmer 都不用再請那麼多IT人 他都不知道 所以這個 看看我之後 會不會再找到一些人訪問 是知道的 再留意我頻道 下兩個月 都會再找一些 Stream made的人上來分享 這位觀眾就問 美女 都美的 想認識的 DMOIG 我給你IG 我給她IG 對 下一題 她說 在多倫多讀完書之後 再找工作 是不是會容易 就這樣OWP 過來找工作 我猜應該是 容易些 因為你起碼 讀了一個Degree 或者讀了一張Cert 都起碼有本地的經驗 因為我們的program有co-op 所以也叫做有工作經驗 應該是比OWP容易找 其實都是看什麼行業 因為我有聽過 有些朋友 找了半年才找到 我也有聽過 可能找了一兩個月 就已經成功找到 而且也很看你過來的時候 月份是什麼時候 因為通常年尾 比較難找工作 多數公司都開始放假 但是 可能現在這個時間 比如5、6月 夏天 這些時間會比較容易找工作 然後還有觀眾 如果想問 如果2024年9月入讀 趕不趕得及 看看你的program 是讀什麼 例如一年 都剛剛好時間 但如果你要讀兩年的Diploma 就應該不夠時間 因為PR申請的Deadline 是2026年 但也不建議把所有東西 推到禁問才做 其他的問題 都是類似問一下 經濟狀況是怎樣 還有一些讀書記憶錢 我們剛剛已經回答完 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記得按讚、分享和訂閱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